老公失踪了就在前天晚上 出门钓鱼的时候 婆婆急得吃不下饭 大骂我是丧门星 我嘴角轻勾 婆婆说得对 为了让婆婆吃下饭 我只能弄来一些特殊食材 一块枣红色肉质非常细腻的瘦肉 婆婆牙不好 所以我决定给她剁碎煮成粥 很快 一碗热腾腾瘦肉粥就端到了婆婆面前 香味儿很快勾起了她的食欲 婆婆三五两下就把碗里的粥喝了个精光 还有些回味地看向了我什么粥 还挺好喝的 我的唇角不自觉地上扬 瘦肉粥 今天是老公失踪第六天 我决定给婆婆做一道水煮肉片 婆婆吃得满嘴流油 小叔子也直夸我厨艺不错扫兴的事 警方来了 我们在江边发现一具残缺的男尸 经过辨认很有可能就是您失踪的儿子 婆婆两眼一黑顿时晕了过去 小叔子更是面色惨白地看向了警官 我哥他 警局内 看着老公少了一条大腿的尸体 我面色苍白地捂住嘴后退了一步 我悲痛欲绝 痘大的泪水一颗接一颗 但没有人知道那眼在手下的嘴角却是不自觉地上扬 经过法医鉴定 周莉的死因是溺水窒息后被分尸 我不安地坐在了审讯椅上 木警官眯起了眼睛 说说你跟你丈夫的夫妻关系 我抬头 有些吃惊 你们怀疑是我杀了我丈夫 别紧张 只是例行询问 我眼面痛哭 我和我的丈夫十分恩爱 就在不久前 我们家还获得一笔一个亿的拆迁款 他还答应带我去马尔大夫度假 木警官同情地递来了纸巾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请警官同志一定要抓到凶手 从警局回来刚好十二点 真是愉悦的一天 所以 我决定用剩余的食材做个丸子汤 小叔子和婆婆坐在客厅聊天 婆婆的声音传了进来 那个贱人 别以为我儿子死了 他就能离开我们家了 他必须得给你哥披麻带笑 婆婆越说越生气 直接大骂我是丧门星 我微笑地将一滋辣冒着热气的 丸子汤端了出来 婆婆说的是 小叔子怪异地看了我一眼 婆婆一边吃一边骂骂咧咧 一不小心就将一块滑嫩的丸子甩到了我面前 贱人 盐不要钱啊 嗯 这肉味道重 盐少了我怕压不住味 咚咚咚 打开门 是那个女警 抱歉 打扰你们午饭 我们得检查一下你们的厨房 只见几个警员戴着手套就进了厨房 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厨房 心里有些紧张 队长 找到了 一个警员举起了一块被保鲜膜包裹住的肉 糟糕 还是被发现了婆婆面色苍白地看着碗里的肉开始呕吐起来 贱人 你到底给我吃的什么肉 木警官一脸严肃地看向了我 我害怕极了 吱吱呜呜的半天也没有说出个因为所以然 我被带回了警局 木警官看着化验单醒目的 鳄鱼肉组织 使他促起了眉头 这块肉 的确是我在一个卖野味的老板手上买的 我抬头看向了女警 我可以回家了吗 别急 先说说 你之前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谎 她的眼睛像鹰一样 让我很不爽 我没有 没有 那你倒是说说这些伤痕是怎么回事儿 袖子被猛地撩起 上面全是大大小小被烟头烫出的痕迹 我慌忙地拉下袖子 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那些疤痕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些应该是你老公留下的所以 你跟你老公的夫妻关系并不是你所描述的那般 女警的质问让我忍不住地站立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了周莉的脸 喊啊 你个贱人 周莉耳光狠狠抽打在我的脸上 我不愿出声 她就拿烟头烫我 剧烈的疼痛使我不得不痛呼出声 空气中弥漫的肉味积着周莉使她更加的疯狂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我承认我老公有些特殊癖好 但那都是夫妻间的一些小情趣 王警官该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 我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 女警一挑眉 这点的确不足以说明你有杀害你老公的动机 但那一个亿的拆迁款呢 女警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我的手心全是汗 一个亿 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我轻笑了一声 抱歉 就在我老公失踪前 我跟他正协商离婚 我要求的是净身出户 这点 我婆婆可以作证 既然你跟你老公感情如此的好 那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 接二连三的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只能死死地捏紧了拳头 一字一句地 说了出来 因为我伤了身子不能生育 婆婆很快被叫了过来 看着我骂骂咧咧 哼 不下蛋的母鸡 还想分钱 她配吗 天天吃我们家 穿我们家 住我们家 她还好意思分钱 她怎么不去死 我捏紧了拳头 要不是他们家中男轻女 我也不会多次打胎 导致自己无法再怀孕 女警猝起眉 还是一旁的小叔子开了口 嫂子说的话 我可以作证 那天我刚好在家里 我感激地看了小叔子一眼 走出警局的那一刻 我笑了 但却是笑出了眼泪 终于要解脱了 回到家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自己那少的可怜的东西 拿着机票一路向机场赶去 很快 我就能彻底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了 我就能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车子到达机场的那一刻 我仿佛看见了美好未来向我招手 李晴 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好可惜 还差一点就能离开了 木警官有些不耐烦 老实交代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警方 我低着头 没有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李晴 我给过你机会了 对面的木警官猛的一拍桌子 我捂住脑袋崩溃的尖叫起来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干 我只是想离开那个地方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又有什么错 我抱着头 痛苦地蹲在地上 七年了 我和周莉看似一对恩爱夫妻 其实都是我这些年隐忍下来的假象而已 不过 现在周莉死了 我也没必要再装了 周莉她活该 但她的死的确跟我无关 如果硬要说周莉的死跟我有关 还请你们拿出证据 女警冷笑一声 随即就将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 扎着丸子头 身材高挑的女人叫了进来 我认得她 她是四楼的邻居 名叫李宇 我一脸的诧异 她跟我老公的死有什么关系 木警官一脸的看好戏 听我这么说 刘宇的脸都白了 李琴姐 你可别瞎说 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周莉哥死了 我知道木警官在看着我们 她试图从我们脸上找到破绽 她冷笑一声 将一叠酒店的票据摆在了我跟李宇的面前 木警官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明 所以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刘宇 没想到刘宇直接跪在了地上 李琴姐 我跟周莉哥确实犯了错了 但周莉哥现在都已经死了 求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显得平静些 但眼泪还是不听使唤地往下掉 我看向了刘宇 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宇支支吾吾 半 半年前 木警官打断了我跟刘宇的对话 最后一次跟周莉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 木警官若有所思地看向刘宇 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也只能先放我们回家 刚出警局大门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你要是再干跑 你看我和你爸不打断你的腿 别忘了你弟弟还没结婚 他们家拆迁款说破天也得有你一份 我麻木地挂断了电话 手机被死死地捏在了手里 一阵刹车声响起 是小叔子的车停到了面前 妈让我来接你回家 我有些心不在焉 除了周莉的死 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 我坐到了车里 路过一家菜市场的时候 小叔子停下了车 随后就拎了一个黑色的袋子上车 我看了半天 只觉得味道有些奇怪 这个是我特意定的 一般人买不着 我没有多想 因为婆婆跟小叔子向来 喜欢吃一些稀奇古怪的野味 到家后 我照常将食材拿进了厨房进行处理 突然 一个黑色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夹在鲜红的肉里显得尤为显眼 一瞬间我只觉得头皮发麻 还没等我拿起来 就被走进来的小叔子打断了 嫂子你累了一天了 今天这食材就由我来处理好了 说完便从我手上拿过了刀 再一看那跟像人类毛发一样的东西 早已消失不见 或许真的是我太累出现了幻觉 小叔子处理食材很有一套 三下五除二就将一大堆食材处理好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走进来的婆婆看见 李晴 你现在是长本事了 不但学会跑 还学会了勾搭小叔子 你要不要脸啊 还有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连你搁的烂鞋都敢穿 我看你也不用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我唇角一勾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婆婆脸上 清脆的响声回到在屋内显得格外悦耳 你个贱人 你居然敢打我 看到他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又忍不住地给他左边连来了一巴掌 很对称 也很完美 李晴 我看你是疯了 我冷冷地看着婆婆 没错 我早就疯了 所以最好别惹我大概是我的气势太过疯癫 婆婆果然不再说话 只是扬言 让我立马滚出她家 但她一想到没了我这个免费保姆又立马让我滚回来 我冷笑一声 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 兜里的手机响起 是一条微信消息 我已经按照你交代的完成了 以后就别再联系了 我回来了OK并快速地按下了删除键 将手机放进了兜里 虽然周莉的死让人大快人心 但还是让我不免有些担忧起来 究竟是谁杀了周莉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了 反正周莉死了 我本想着去做个美甲 但又想起预约了体检 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 正好碰见了刘宇在做妇科检查 刘雪看见我的那一刻 她明显有些不自然地将手里的化验单藏在了背后 好巧 你也在医院 我点了点头 并不想与她有过多的交涉 但她那张不小心滑落的化验单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看着化验单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又过两天 周莉的案子总算是有了新的进展 不过这次 我跟刘雪各自进了审讯室 依旧还是木警官 没想到她居然查出来了我跟刘雪的聊天记录 你跟你老公协商离婚恐怕是早有预谋吧 根据我们调查 你老公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而你受不了她的折磨想要离开她 哪怕净身出户也在所不惜 可惜你老公死活不同意 于是你就想到了利用婚内出轨这一招 你让刘雪故意接近你老公 并获得了她出轨的证据 你本想起诉离婚 不料被她先一步发现了 于是你便起了杀心 我看着木警官咄咄逼人的样子不由地笑出了声 抱歉 你只猜对了前面 都后面纯属异想 当初我的确找上了刘雪 的确只是为了摆脱周莉 被她发现也是一个意外 不过现在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有用的线索 说完我便将一张化验单拍在了桌子上 木警官的脸色顿时变 比起我净身出户 刘雪似乎比我更有杀人动机 况且周莉跟她最后一次也不是一个月前 而是在周莉失踪的那一晚 之前的出轨证据被毁了 我本打算拼最后一次 没想到她却死了 在警方的审讯下 刘雪的供词跟我别无一二 原本她只是拿钱办事 只是没想到却是因为怀孕起了贪心 毕竟 母凭子贵做周太太可比做剑不得光的小三强多了 而且凭着这个孩子 也能从周家捞到一笔不小的钱 但前提是得周莉愿意啊 很快 警方就从小区的监控证实了我的口供 而周莉也的确实是那天晚上跟刘雪出去小区后失踪了 刘雪的脸顿时惨白一片 我没有 那天晚上周莉说心情不好让我陪她去夜调 只是调到后半夜的时候我有些熬不住 她就让我去回去了 到后来几天都没联系上 最后才知道她已经遇害 警官同志 你得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可她无论解释都逃不过重大嫌疑 她被拘留了 周莉的葬礼上 我看着一向上跟婆婆如出一辙的脸不由的一阵倒胃口 小叔子一言不发地接待着宾客 我望向了人群 有些奇怪这么重要的场合唯独不见婆婆的身影 众人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 只见婆婆牵着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女人走了进来 刘雪 接着而来的还有警官 婆婆尖锐的声音在灵堂响起 就是她 是这个贱人害死了我儿子 不仅如此 她还想害死我孙子 刘雪有些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跟周莉哥才是真心相爱 她不仅害死了周莉哥 还想让我打掉她唯一的孩子 刘雪突然地指控让我猝不及防 更是一口咬定是我前去抓奸的时候将周莉推入了水里 并威胁她要保密事情 说完还拿出了我之前给她的转账记录 外加周莉也掉的地方并没有监控 我百口莫辩 众人哗然 纷纷指责我舌些心肠 说我不能生 还不准给周莉留后 眼看我就要被警官带走 我妈再也坐不住地跪在了我婆婆的面前 亲家母 误会 肯定是误会 李晴她怎么会害周莉呢 她要是被抓了以后谁来伺候你们啊 我的三官被震得稀碎 我看着父母一脸的麻木 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 哪怕周家再有钱也不会想着我半毛 强烈的白痴灯光让我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我安静地坐在了审讯椅上 刘雪与我婆婆指认了我所有犯罪记录 而且通过刘雪指认 他们还从我家冰箱搜出了一块人体组织 当木警官把那个装着剩余食材的袋子放到我面前时 我不由地胃里一阵静挛 扶着椅子就开始呕吐 好在我并不喜欢吃这些稀奇古怪的野味 木警官说 要不是刘雪是学医的他们就差点务实了 因为这件事 刘雪还被吓得去医院保胎 但 很快 我的脑子就轰得一声炸开来 这肉 这肉是那天回去的时候小叔子买的 我心跳加速 只好如实告知了木警官 小叔子就被叫到了警局 我有些抱歉地看向了他 没想到他却向我投来了一个安心的眼神 轻者自轻 不用担心 很快 小叔子就从审讯走了出来 还请警官同志一定要查明真相 我嫂子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木警官管点了点 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小叔子 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同样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被扣留在了警局 拘留所内 我无助地靠在了墙上 根据小叔子的口供 我们很快就从市场上找到了卖肉的老板 翻开资料 我不由地猝起了没有 居然是个常年走私野味的家伙 警官同志 我就是鬼迷心窍 不过我真的没有杀人 只是那天晚上出去瞎逛的时候 正巧碰到上游飘下来一句难尸 那个时候正巧碰见野味紧缺 所以便动了歹心 我 我愿意认罪 还请警官同志从轻发落 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周立的案子似乎越发地不简单起来 尸检报告中 周立死于落水窒息 而死后又被人分尸 分尸的是野味店老板 但周立所处的垂吊位置 潜水区到深水区至少得三米以上的距离 而潜水区深度不过承认腰身 就算不小滑落也完全有能力自救 而刘雪所说的周立是被李晴推下水完全说不通 因为根据现场勘查 第一 周立落水的地方并有杂乱的脚印以及挣扎的痕迹 第二 那天晚上李晴的确出了小区 有监控作证 但她并没有去郊区 第三 刘雪的确如她所说一般在后半夜夜开车回了小区 同事一拍桌子 那么 通过排除法 剩下的只能是同事的眼前一亮 我点了点头 随即决定展开下一步动作 我刚把文件整理好 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 队长 不好了 那个周家报案的说刘雪失踪了 什么 我有些头疼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晴刺目的阳光透过铁栏杆落在了我的脸上 铁门 嘎吱 一声被打开来 李晴 你可以先回家了 木警官有些疲倦地看向了我 我点了点头 可我看着外面的天空不禁有些迷茫起来 我似乎已经没有家了 看守所的三天里 没人在乎我的死活 木警官叫住了我 刘雪失踪了 如果你要是发现什么线索 希望你能够主动告诉警方 我一愣 刘雪怎么会失踪 你们觉得刘雪的失踪跟周莉的案件有关 木警官陷入了沉思 看样子他并不想跟我透露太多 不过 我也并不想管那么多 回屋子收拾东西的时候 恰巧碰见小叔子也在收拾东西 我有些尴尬 虽然小叔子一直生活在家 但这些年也极少讲话 你有地方去吗 我一愣 没想到小叔子确实拎着箱子站到了我面前 说实话 我有些迷茫 原本同学叫我去云南工作的 但因为周莉的事被耽误了 而那边的工作已经招满 要去哪 一时间我也很迷茫 我摇了摇头 小叔子开口了 我在外面租了一套房 隔壁还有一个一房一厅的空房 我问过价格便宜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先租下来 我有些诧异 虽然婆婆不怎么待见小叔子 可再怎么说她已经没了周厉 没理由再让小叔子搬出去 小叔子 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也没什么 出去住 还更好 你呢 考虑的怎样 我有些犹豫 但一想到只是在隔壁 又不是一个房子便答应了下来 车里的气氛出奇的安静 与往日不同的是 小叔子的车里了多了一丝淡淡的香气 有点熟悉 但也想不起来 透过后视镜 我知道小叔子在有意无意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尴尬 我只好聊起了刘雪失踪的事 你知道刘雪是怎么失踪的吗 我有些好奇 毕竟她还怀着孕 谁会绑架她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小叔子的脸上闪过一丝的不自然 呵 谁知道呢 像她那样的女人指不定又是在哪 惹了风流债得罪了人 我失去地终结了这个话题 就在我下车在后备箱拿行李的时候 一个银色的发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心里顿时一惊 这个发卡跟刘雪头上经常戴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忙不迭地将发卡收了起来 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我帮你吧 看着小叔子高大而又斯文的背影 我不由地陷入了疑惑 会是她吗 我不由地陷入了疑惑 刘雪的发卡怎么会在小叔子车里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 电梯的提示音响起 原来是楼层到了 巧的是房东刚好在 我立马就看了房 房子非常不错 无论是采光还是格局都挺好 关键是价格实惠 拎包就能入住 我没有犹豫 就将房子租了下来 为了感谢小叔子 我特意做了几道拿手菜 刚想敲门 却听到屋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有点像是女人痛苦的声音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脑海里不自觉想到了那个发夹 在 在吗 再仔细一听 女人的声音消失了 而门被突然地拉开 我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栽在了小叔子的怀里 一股沐浴露的香味从鼻尖袭来 我慌乱地起来 只感觉脸要着火了一般 小叔子的眼里是我看不懂的神色 只见他好看的唇角微微上扬 我借机打量着 这才发现是客厅的电视 正放着一部青春言情剧 没想到小叔子还好这口 进来坐坐吧 小叔子的身材很好 185的大高个 鼻梁力挺 眉眼深邃 是个标准的大帅哥 他穿着睡袍 我不敢乱看 但眼睛却鬼使神差地 看向了另一个紧闭的房门 里面轻微的响动 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在怀疑我 我没想到小叔子如此的敏感 我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 是吗 小叔子的居高临下地看向了我 一双担缝眼压破感十足 好吧 我的确是在怀疑你 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 我相信你不会做那些无聊的事 没想到小叔子却是笑了 一张帅气的脸却笑得我些害怕 放心 我 肯定不会 听到这里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夜半时分 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我不耐烦地拉开了房门 正好迎上了一双惊恐的眼睛 伴随着一声闷响 被胶带缠住嘴巴的流血 倒在了我的脚边 我看着拿着铁棍的小叔子 不由地死死地咬住了唇 腿脚不自觉地发软 小叔子全身是血 但嘴角却是扬起了一抹温柔的笑意 别怕 我下意识地就要去摸口袋里的手机 却被小叔子一把握住了手腕 你要是那样做 我会很伤心的 我不懂他什么意思 只感觉愤怒和恐惧冲刺着我的大脑 不管怎样 你都不该犯罪啊 我实在想不通 他绑架流血做什么 等我看向流血的肚子时 才恍然大悟 小叔子冷笑一声 直接将昏迷的流血拖进来了屋里 我被他一把摔倒在了沙发上 一只大手狠狠地掐住了我的下巴 你以为我是为了那点臭钱 我有点猛 难道不是 小叔子的手指在我脸上摩缩着 着实看不懂他究竟要干什么 放心 很快我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去过想要的生活 我有些不安 你究竟要干什么别急 你很快会知道了 随着一阵奇异的香味 我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睁开眼 我才发现我跟流血被扔在了一辆面包车的后面 好在小叔子并没有绑住我的手脚 流血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蜷缩在角落 我虽然恨他做伪装症 险些害我入狱 也恨他出而反而不守信用 但毕竟他也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三下解开了他身上的束缚 以及他嘴上的胶带 流血向我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我了示意他不要出声 我能感受到车子越来越缓慢颠簸 可惜窗户被封死 我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 但凭着感觉我们应该是在山路上行驶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车子总算是停了下来 我知道 机会来了 我假装将离血绑上 但其实只要一跑 绳子就会松开 我又闭目躺了回去 后门被打开 将一瓶矿泉跟一袋面包放到了我面前 我知道你醒了 吃点东西 咱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既然被识破 我干脆也不装了 你要带我们去呢 小叔子一挑眉 不是你们 而是我们 等到了码头 出了国 就没人能管得了我了 我有些紧张地淹了口吐沫 那流血呢 放心 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个风水宝地 看着小叔子英智的双眼 我不由地呼吸一致 不行 必须得想法带流血逃出去 流血直接哭出了声 我求求你别杀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看我都怀了你哥的孩子了 小叔子仿佛就跟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那又怎样 又不是我的孩子 眼看离木地越来越近 我不由得越发着急起来 我只好说自己运车想做副驾驶 没想到小叔子答应了 眼看着路越来越平坦 车速也还算不快 我找准了时机狠狠用车里的木棍砸向了小叔子 车子在一顿摇晃中停了下来 来不及喘息 就打开后门拉起流血就向马路边上跑去 没想到身后的小叔子却捂着后脑勺追了过来 流血在惊慌下居然被藤蔓绊住了了脚踝 李晴 救救我 不要抛下我 我一咬药 只能拿起了身边的树枝为流血争取时间 可流血却是越解越乱 我急得不行 直接俯下身用牙齿咬断了藤蔓 太好了 还没等流血的惊呼声说完 一只大手就死死地扼住了我的脖子 而流血也被他一脚踹翻在了地上 我满是惊恐地看向了小叔子 没想到他却是一把将我抵在了一棵大树上 李晴 别他娘的不识好歹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啊 小叔子的身影仿佛在此刻跟周莉的开始重叠 恐惧与恶心感息变了全身 我现在才发现 你跟你哥一样恶心 谁稀罕你做这些了 你这是犯罪知道吗 我的话成功激怒了他 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 就那个废物也配跟我比 我被打得一阵耳鸣 脑瓜子嗡嗡作响 不过很快 他就捧起了我的脸 一脸的忏悔 对不起 是不是很疼 我真的不是故意 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说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凭什么还要讨厌我呢 我任由小叔子轻抚着我受伤的脸 而心里的厌恶感只增不减 我强忍着不是问出心底的疑惑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计划的 小叔子一边将我跟流雪弄上了车 一边缓缓道 从你联系流雪开始 我几倍一凉 那你哥也是你下的手 小叔子冷笑一声 所以 你得感谢我 要不是我 你能这么顺利地摆脱那个废物吗 放心 我哥不珍惜你 我会替他好好珍惜你的听到这 我不由地猝起了眉头 不对 如果是你对你哥下的手 不可能没有任何痕迹 而且你根本没有对应的时间点 因为周立出事的当晚 我清楚地记得小叔子一整晚都是在家的 没想到小叔子却是勾唇一笑道 接下来的是你得问问你后面这位了 通过后视镜 流雪眼神躲闪得不敢直视我 到底怎么回事儿 蜷缩在角落里的流雪突然眼面痛哭起来 是我 是我害死了你老公 我原本只是想按你的要求拿到你老公的出轨证据 可意外的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点了点头 这些我都明白 一个母亲为自己孩子考虑着无可厚非 但是 你为什么会杀周立 这完全说不通 没想到流雪情绪失控地指着小叔子 是他 都是他逼我的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的脑子有些乱 我还想问些什么 没想到小叔子却是猛地一脚踩住了刹车 好了 剩下的你想知道倒到了目的地自然会告诉你 不过现在 我得从你身上拿点东西 我有些慌乱地往后靠去 下意识地护住了脖子上的吊坠 乖 给我 随着手指被一点点掰开 吊坠最终还是被取了下来 不仅如此 就连那没藏在吊坠里的定位监听器也被掰了出来 不要 随着打火机火苗的窜动 定位监听器被摧毁 我绝望地靠在了座位上 你怎么会发现 我明明已经做得毫无痕迹 小叔子勾纯倾笑 因为你从来就不带这些俗物 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吊坠 我认命地坐在座位上 身后是流血的哭喊声 求求你 我不想死 我没有说话 脑子里不断地回放着整件事情的点点滴滴 别多想了 马上咱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随着车子的不断加速 我甚至隐约看见了码头 手心全是汉 你打算怎么处之流血 小叔子一挑眉 古代不是有个专门惩罚不守妇道的女人吗 没有糖 就成个海好了 还能喂喂鱼 多好 我心中冷笑 果然跟他哥有过之而无不及 闲闲的海风从车子的窗户吹了进来 目的地到了 是一个荒废的码头 小叔子的眼里全是疯狂 他拖住了车里的流血就要往海里丢去 李晴 等到了国外 就再也没有人能管我们了 你看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对你最好的 眼看着李晴就要被丢下去 我看着小叔子冷笑一声 抱歉 我恐怕不能跟你去国外了 就在这时 木警官带着警方将小叔子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小叔子的眼里全是愤怒与迷惑 我笑着将头发上的头绳装饰取了下来 交给了木警官 木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辛苦了 我笑了笑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小叔子犹如指被按在地上的困兽一般 死死地盯着我 看着看着 却是突然大笑起来 婆婆看着地上的小叔子也是瞬间苍老了不少 饶是平日里在嚣张跋扈 现在也不过是个失去两个儿子的老人 都是妈妈的错 妈妈不该总是偏心你哥哥 可是流血她毕竟怀了你哥的孩子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小叔子看着婆婆直接笑出了眼泪 我哥那个废物都没生育能力 还羊血肚子里是我哥的肿 你们不要太荒谬了 婆婆直接后退了两步 我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没想到小叔子确实将目光投向了我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会关灯 还让你蒙住眼睛吗 我捂住了耳朵 恶心的胃力不断翻腾 别说了 因为那都是我啊 因为我哥那个废物 他害怕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被人发现 木槿关上前一步 所以 你抓了刘雪的把柄 而刘雪想要用肚子里的孩子分赔偿款 所以就答应了你的要求 配合你一起杀了你哥 而刘雪那天晚上虽然监控显示他回了小区 但我们都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小区还有另外一个后门 那天晚上监控刚好坏了 刘雪完全可以再出去完成配合 小叔子没有说话 而婆婆却是愤怒地撕扯着刘雪的头发 案件就此告破 小叔子跟刘雪郎当入狱 离开看守所的大门 看着朝阳 不由地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真好 崭新的生活彻底开始了 翻外篇小叔子看着嫂子的第三次打胎 我无力地捏紧拳头 我哥恶狠狠地警告我 别他妈一点多想 你要是敢让你嫂子知道 我跟你没完 可那也是我的孩子 虽然是女孩 而且嫂子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但我哥却是个混蛋 长期的压迫下使我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嫂子一天比一天憔悴 直到拆迁款下来的那一刻 我被我妈叫进了房间 她告诉我 我在郊区给你买了套房 剩余的拆迁款得给你哥 我心中冷笑 一个亿的拆迁款 我只获得郊区的一套房 真是有意思 不过 我妈向来如此 最好的 最多的从来都是给我哥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我那文静的嫂子突然有些不一样了 我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我看着她联系杨雪 一步步地拉我哥入坑 我才知道 老实人 也是可以反抗的 于是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帮她 亦或者帮我自己脱离苦海 怀孕的杨雪正好成了我手里的刀 我们两个配合得天衣无缝 看着我哥残缺的尸体 我恨不得大笑出声 真是连老天爷都看不惯这个混蛋了 我只是让流雪装鬼吓死她 让她摔到河里淹死 没想到死后还被人分了尸体 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可最后 我还是败在了我嫂子手里 好可惜啊 还差一点就能成功了 流雪里情找上我的那一刻 我很犹豫 可我实在是太缺钱 要是没有这笔钱 医院很快就会断了弟弟的治疗 我没办法放弃这个机会 我含泪跟男友分了手 可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 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孩子不是周莉的 我原本想着等周莉的事完后去找男友复合 可他却早已有了新人 两人还订了婚 我心如死灰 原本想打掉这个孩子 因为我根本无力抚养 可在这时 我得知道了周莉家获得一个亿的拆迁款 欲望使我产生了贪婪 凭什么他们不劳而获却可以获得巨大财富 而我跟弟弟却只能在这个社会苦苦挣扎 我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周莉 因为从时间和月份都没什么破绽 与其打掉 不如用这个孩子让自己跟弟弟丰衣足食 没想到 该死的却被周莉的弟弟抓住了把柄 我原本以为他要告发我 没想到他却要让我跟他合作 杀了他哥 事成之后我可以获得一大笔钱 一大笔让我和弟弟都能衣食无忧的钱 我当时害怕极了 但在利益的诱惑和威胁下 我答应了他 只是没想到后来的意外导致了所有事情的败露 我颜面痛哭 饶食我万般悔恨 也无法再回到当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